四星自選 2023年10月13日開始 日服 這是日服函故事期間限定的第五次四星自選 贈送四星從者券 期限為同年10月22日為止 去年的常駐四星自選分析過的角色就不再提了 建議觀看右上角連結影片重溫 本次節選新增的四星角 跟上次一樣 先來理解你是屬於哪一種需求類型的玩家吧 1.想選愛角 2.想new一個補木間石頭巧克力劇情 3.幾乎都有了 剩下的都沒興趣 補寶具 4.全四星圖鑑寶具5 抽高難插件2號機 自選四星與五星有個差異 絕大多數的玩家都會使用 實用的五星角或者白送四星角 歪道的四星角寶具1的情況 還不如強勢的三星角或者白送四星角 所以實際上四星角自選跟偏向愛角收藏輔助優先 同時採用的配分制項目為 限定周回高難 作為考核門檻 幾乎什麼都沒有的新手 周回大於高難大於限定 有點直接偏門的玩家 高難大於等於周回大於限定 我有資歷的老屁股 限定大於高難大於周回 另外推薦使用線上圖表方便作業 連結會貼在資訊欄 本次直接解說新增可選四星角 故事 期間限定 純粹是遊戲收藏家的硬條件 周回OK的角色 從直接順序開始說明 以下列舉同色寶具是考慮到 並不是每個玩家都有三色輔助齊全 而是以自家有的輔助作為考量 Saber直接 新增的光炮角色之一 八玉潛 千子村正的夏威版 要認周回還是能周回的 不得不說光是卡面就極為優秀 作為期間限定卡 若是喜歡就不用猶豫作為收藏吧 新增的光炮角色之二 加雷斯 期間限定的泳裝角 能入光兔周回系統 中規中矩的紅卡光炮 當然在跟已經強化過的 阿爾托利亞奧特相比之下 標配變得相當不起眼 如果想想黃金獵犬 還是很推薦拿下這張限定卡 Archer直接 新增的光炮角色之一 海倫娜 期間限定的泳裝角 卡面三零雞一次滿足多寵性癖 至於周回力就不用太期待了 畢竟算是很舊的卡了 擁有群衝的性質 在趴塔活動還是能拿出來曬曬太陽的 新增的光炮角色之二 新增 期間限定的泳裝角 也是玩梗居多的吉祥物 雖然指令卡回收優秀 但是以周回而言沒有自衝就是硬傷 也不是能單合三連的角色 能群體避重的高男特質也被新人取代 基本上跟海倫娜是敦同一區的 新增的光炮角色之三 伊利亞 期間限定的泳裝角 羅力控幾乎必收這點應該不用贅述 基本性能並不差 算是周回力還算高的綠卡光炮 跟阿塔蘭黛相比輸了寶解的威力無腦操控外 無論是單合三連還是雙合都是極格人選 新增的單兵角色之四 安娜斯塔西亞&V 期間限定的泳裝角 承襲本體的50NP自衝 在Red Jam或者變者副本 雙合編制還是有出場機會 若是有白送小黑的實用角度而言 即使不收也無妨 喜歡的玩家則是推薦補寶 Lancer直接 新增的光炮角色之一 拉姆達莉莉絲 非常建議補寶的光炮角色 撇除收藏而言 拉姆達莉莉絲是不輸五星藍卡光炮的優秀光炮 有珀西瓦里的玩家可以緩緩 但仍然是非常推薦的一張限定卡 Lider直接 新增的光炮角色之一 莫德雷德 期間限定的泳裝角 做壞的藍卡光炮之一 就算放到現在環境仍然是NP回收非常強的光炮 也是非常推薦補寶的光炮角色 Caster直接 新增的光炮角色之一 瑪莉安東尼 期間限定的泳裝角 也是非常舊的卡了 術托莉雅系統也很難扶起的光炮 周回力幾乎等同沒有 特色是跟本體一樣生存力很高 然後就沒了 新增的光炮角色之二 大黑天 能夠不依賴寶石翁 露斯卡蒂系統單核三連的綠卡光炮 周回力飽滿 推薦補寶的期間限定角 新增的光炮角色之三 武則天 期間限定的泳裝角 給敵人背鍋的萬物特攻類型 最常見為雙盒與高難輔助角定位 似缺於補寶還來得及 沒有的也能帶一隻做操作業備艙 Assassin直接 新增的光炮角色之一 牛若丸 少見有寶具強化的期間限定泳裝角 畢竟這直接的白送光炮高打四個 課金角的優勢頗低 入手價值只看想不想收藏了 新增的光炮角色之二 尼托克利斯 主打即死的期間限定泳裝角 趁著世界們再度強化 音樂發了一批即死改為傷害後的角色名單 不過很遺憾的是 沙尼托沒有在其中 真是可惜了那優秀的NP回收率 以收藏角度而言 眉睫德神的梗真的是趣味滿滿 新增的光炮角色之三 沖田J總絲 技能強化後能穩定單核三連 不過理由同泳裝牛若丸 巴薩卡直接 新增的光炮角色之一 布倫希爾德 期間限定泳裝角 寶具擁有無敵貫通 倒是會在某些劇情或活動關卡 牌上用場 剩下的就是你各位想不想吃CP的收藏價值想法 高難推薦的角色 從直接順序開始說明 Saber直接 新增的單兵角色之一 羅蘭 常駐角 在越來越多白送Saber之後 羅蘭的使用時機 大概就只剩下技能的敵全體強化解除 寶一40級就能作為高難劇情關卡的插件 新增的單兵角色之二 胡蘭 期間限定泳裝角 李遊同羅蘭 只是也沒有插件這個使用方式 純粹是愛好收藏補寶一圖 新增的單兵角色之三 眉符 虛偽實驗性質很濃厚的期間限定泳裝角 古早的暴擊隊挺合適 除此之外就沒有特別適合的登場時機了 新增的單兵角色之四 摘騰一或騎騰一 雖然沒有自從 但是很能連發的期間限定角 技能樸素 但是連發能力高這一點 在高難Break生態很吃香 有偏好的建議補寶 新增的輔助角色之五 山南進駐 與其說是Saber 更像是團隊中默默給予協助的 Assassin 期間限定角 單棋或戰棋與新選組同伴組隊 才有一點機會登場 偏向表演性質較高的收藏卡 Archer之階 新增的單兵角色之一 Annie and May Lee 雖然強化了自從 但仍然是古早機體的期間限定泳裝角 本身增傷不高 全靠背水體質拉抬傷害 在高難還算能戰場 戰棋也有出場機會 新增的單兵角色之二 剑 高難常見的插件機能期間限定角 也非常推薦幹出半禮裝 用途可以半替代福爾摩斯 打手少又沒有任何能幫上無敵貫通的角色 強力推薦拾取這張卡 新增的單兵角色之三 潛上藤娜 生存力很強悍的期間限定角 在戰棋中猶如入無人之境 高難也是主打生存優勢 到現在仍然是獨一無二的對橋特攻 也是收藏的要點之一 Lancer之階 新增的單兵角色之一 金姬 雖然強化了自從 但仍然是古早機體的期間限定泳裝角 DOT需求的副本 也許會想到出艙登場吧 新增的單兵角色之二 圓賴光 常見於各大高難插件場合的期間限定泳裝角 想抄作業的各位推薦入手 新增的單兵角色之三 慈目童子 期間限定泳裝角 集體設計基本上承襲本體 是能夠打暴擊的一發屋 喜歡看流星雨的玩家 可收藏與阿拉石一同悠遊夜空之中 新增的單兵角色之四 唐吉赫德 故事限定角 有巨人特工 有限定條件群充 聽起來挺美好的 實際上登場的機率大概跟大衛一樣高 有童年加成以及故事加成還是很值得收藏的 來得直接 新增的單兵角色之一 紫士布 少見有寶具強化的期間限定泳裝角 點發能力優秀控場立佳 不過增傷基本靠寶具特工了 對於蜘蛛有恐懼心理的玩家還是謹慎考慮 新增的單兵角色之二 凱尼斯 期間限定泳裝角 跟泳裝慈慕定位相似 然而多了生存面向 在戰棋中相當成熟是越打越兇的類型 新增的光炮角色之三 卡蜜拉 期間限定泳裝角 與其在衣服不起來的周回力 不如看著常見於各大高男插件場合的技能組合 適合暴擊場合的輔助插件 想抄作業的各位不妨帶個回家 新增的單兵角色之四 黃飛虎 西家袋子也是實驗性質濃厚的常駐角 看起來好像什麼都有 實則就很暗國 Cast直接 新增的單兵角色之一 夏麗蒂 又以卡面換能力的萬物特工期間限定泳裝角 無論是高男變者副本還是Red戰都能出場 以機能而言推薦補寶 新增的輔助角色之二 美遊 期間限定角 理由同伊莉亞 如果想看羅莉們湧動激魔隊倒是能入手收藏 巴薩卡直接 新增的單兵角色之一 芝田信長 期間限定泳裝角 當年 不 就算現在也沒有天井 我仍然記得有勇者為了戳到這張信長 成了死在沙灘上的前浪 本身有對神性側攻 在做球關卡還是能有一席之地 新增的單兵角色之二 青少納岩 擁有三重特攻 更50%的期間限定泳裝角 中規中舉也有自衝 在狂直算是佔了優勢 推薦補寶 如果是閒吵 血安靜的玩家還是慎重考慮入手 新增的單兵角色之三 鬼女紅葉 期間限定角 如果跟小文西有同樣的癖好 那麼急去收藏價值 除此之外 平平無奇作為插件也略有不足 新增的單兵角色之四 克林希德 故事限定角 大概是這一批新增角中 最值得獲取的限定角之一 無論是在變則副本 高男劇情關卡 甚至是Red Jam 都能上岗的屠龍者 他老婆 強烈建議補寶上去 Extra之階 新增的光炮角色之一 Persion Live 期間限定角 與其說周回力 不如拿來做高男 或者戰棋場合更適合的坦克光炮 使用上並不直覺 需要動點腦思考隊伍情況 新增的單兵角色之二 馬爾大 少見有寶具殘化的 期間限定泳裝角 雖是古早機體 但是放到現在仍然堪用的 鐵拳聖女 變則副本Red Jam 或者戰棋都能出場 不過如果手頭上已經有 淑女起重機 那麼就能稍還鐵拳聖女的聘用 新增的單兵角色之三 惠里士 曾經是CP值超高尺的 期間限定泳裝角 有抽過的應該也是高寶了 沒抽過的也只會是寶具一 這種情況反而不是最優先選擇 雖說是萬物特攻類型 但可能沒那些其他 特攻的狂職們搶手 新增的單兵角色之四 迷之女主角XX 越變越強 也是少見有寶具強化的 期間限定泳裝角 不得不說 隨著Extra之 敵人常登場的環境到來 XX成了很好用的對策卡 機人控或者LIDAR控的 玩家們也非常推薦入手補寶 以上新手或移民們看完評鑑後 就把剛才貼的圖表網站 圈選出自己想要的角色 再做選擇吧 建議使用刪去法能盡快決定 這批新增角還是以你各位 自己的性癖做決定啦 畢竟是限定角居多 這種時候 難道不該就是園椅下那 曾經沒能天井 不現在也沒有天井所以直接白送的夢呢 看完之後的獄主們 不妨留下留言告訴我你們的決定吧 感覺也只會 Luke ked ко 綁 稅